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的节目 我是石头 昨天看了个电影 看了一半 叫大卫格尔的一生 是凯文史佩西和塔塔尼克的那个女主角 叫什么温格呀 两个人配对演 这故事应该 我没看完吧 但是这故事应该是非常有趣的 是讲了一个大学里知名的哲学教授 他被一个女学生给害了 因为女学生不好好读书 结果呢 哲学教授呢 哲学教授他仅限于哲学层面去探讨人生 他教给学生们怎么看待人生 怎么看待事业 怎么看待欲望 怎么看待人的生命的本身的他 却被一个开除的女学生给玩了 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说 现在人的层面 有着喜怒哀乐 淒情又欲的时候 无论你怎么认识人 你都是有缺陷的 你的境界的层面限制了你 那我也想到说 神为死的那个影片当中也提到 当今著名的哲学家都曾经是有神论 当他成为著名的哲学家之后就变成无神了 我的解释很简单 他为什么成为哲学家之后变成了不相信神呢 他只相信他自个儿 他觉得自个儿最厉害 所以这个 凯文演的这个电影 2003年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奖 但是从我看到的前半部分 两个多小时的影片 从我看到前半部分 他就揭示出一个非常有趣的 哈佛的年轻的有为的 这么一个充满学识的 风流梯趟的教授 在他明白的时候 能够拒绝女色的年轻女孩的诱惑 但他喝完酒之后就没有拒绝 当他拒绝不了的时候 被一个被开除的学生 把他的一生毁了 这就是有名的哲学家 我不是说百分之百 我是说 在欲望中 就像他所描绘的拉康的说法 能满足欲望多少 来衡量自己是否幸福的本身 就给自己人生挖下了巨大的险景 在生命的善恶相报的道理中 必造报应 因为你的境界 被你自己的学识 死死的卡死 因为你的境界 只相信你自己的思想了 取代了自己的灵魂 那个电影 我相信有朋友 你可以看了 因为是03年的电影 但是我个人认为 看了前半段 我觉得从人生感悟上 从生命理解上 从什么叫哲学和信仰上 我相信朋友会理解的更多 马上最新的一篇评论 本章题目这么说 赵紫阳文集 在香港出版 那这件事情就相对的比较冲撞 因为我们知道 铜锣湾事件出现的事情 那在香港整个的出版业的概念当中 遭遇了从来没有过的这种 这种寒冬 对吧 可是今天 就在现在 香港在进行一年一度的书展 六百多家出版商 书店都在书展当中摆摊了 所以评论中我看着有不同 有人说 在香港出现了一种 很多书商和书店 不敢卖一些敏感的书籍 但相互对立的 包括赵紫阳文集 却同样在香港书展中大行其道 所以根本就向中共说不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这就是一种对比冲撞的一种背景了 赵紫阳文集集中了80年到89年 赵紫阳的有关文献 包括起早的文件 讲话稿信件 一共498篇 那他说 这书稿中有90%的书稿 是首次公开的 那这本书就变得很特别了 那赵紫阳文集呢 将近500篇的文章 汇集在四卷书里面 他说一共有180万字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讲说 该文献是赵紫阳的前助手秘密转展 从内地转到香港的 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跟包桐有关了 因为包桐就是他的政治秘书嘛 那他儿子包普又是在香港做出版业的 那如果这么出 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他明确讲 这本书并不是由包普出的 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他说文献资料来源是可靠的 忠实于元界 如果因为害怕惹怒北京 而不筹版这些文献的话 那就等于自我审查 那是 但这里他特别明确讲说 不包括六四的内容 那为什么不包括六四的内容 和六四的内容本身 到底有多大的一种 怎么说呢 有多大的这种不确定性 因为六四本身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即使身在其中的人 只能说出一方 作为赵紫阳来讲 他即使拿出所有东西 只能说他知道的 被下台的那一方 但我觉得有关邓小平 江泽民这一方 如何确定把它拿下来 怎么开的会 相当部分一定是隐瞒了他 所以这是需要时间了 那这件事情 就在我的角度来讲 在铜锣湾书店的背景之下 显得很特别 请不吝点赵紫阳来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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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吃 所以我跟你说这意思 如果三中全会之前 吃掉了习近平 王岐山 就不是今天的场面了 而2013年的三中全会是转折点 我节目当中早就跟大家这么说 因为在此之前 中共要仰仗党的体系产生作用 而三中全会的结果是中共党的体系 给予了习近平王岐山 来设立两个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许可 而他们两个人的官位 恰恰可以斩杀所有的官 而又在大家伙许可的范围之内 拿下了两个机构 顶替掉政治局常委 他们就失去了真正杀掉他的可能 真正杀掉他的可能 所以2014年三中全会之后 在香港出现的雨伞运动 是要逼迫习近平成为他们一伙的人 也就是说杀不掉习近平 干脆就给他拉进来入伙 要在香港金钟开枪 但他又没开 所以到了2015年 我们四中全会之后 以法治国一线治国说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斩杀 对吧 徐才厚 郭博雄 周永康 你就看了死伤无数了 这是正经八百 所以关键点在2013年 日前在土耳其发生的 尾随政变备受关注 香港媒体认为 中共上层出现巨大利益分化 政变在中国具备内阴 阴影也一直挥之不去 所以江派多次企图发动政变 针对习近平 均以失败告终 所以认为习近平应该把江泽民拿下 关键的少数的关键少数砍楼 然后再砍楼关键的少数 对不对 嘿 关键就是他们出手太狠 中共体内的官呢 也确实当着时间长了 他们也是用吓唬别人 给别人营造恐惧的方式 在维持他的贪腐的概念 结果这回呢 是被王岐山营造的恐惧 把他们给瞎尿 所以就成为了今天的场面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 就是如果大家都意识到 这种对立场面的话 就这扣得解了 你不解他解 就是说习近平王岐山 你不动手 会有人杀你们 今天就到这份上 那同样在昨天 香港出现了一些事情 德国之声的报道 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 等三人被判有罪 香港东区法院 就重夺公民广场案 21号裁决 学运领袖黄之锋 周永康的参与 非法集会罪成立 那罗冠聪被判 删获他人参与 非法集会罪 那人权组织 对这个提出了批评 另外一个 法广的报道说 年初围堵校委会的 港大前学生会主席 半年之后突然被抓捕 今年1月份 当时任香港大学的 学生会主席 会长冯景恩 因为反对梁振英 委任李国璋 出任校委主席 而与李国璋 主持首次会议 当晚率领学生 围堵了会场 事隔半年之后 警方重案组 20号突然 拘捕了这个 拘捕了冯 指他涉嫌 触犯 刑事恐吓 刑事毁坏 以及企图 强行进入的 三宗罪 我跟大家讲过 梁振英 是曾庆红一手 弄起来的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什么背景 国内出现 肯德基事件 爱国主义的概念 出现了这个 炎黄春秋被封杀 而在香港 他香港警方司法突然选在这个时间 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是有背景的 有阴谋的 好 夏天香港下雨多 有阴谋的 有人说了那是香港 司法是独立的 对 香港廉政公署 曾经要开过一个什么什么会 我忘了那是九会是什么 廉政公署里面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拒绝参加 因为 梁振英 把控了香港 廉政公署的 高级官员的 死活 就这么点事 所以今天的香港 表面上是司法独立 实际上是走在了一条 在曾庆红 中共党的体系当中的 完美的 这么一条路上 才会出现今天的场面 是真的是假的 这是表面现象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需要时间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